记者洪定洪高雄报道,高雄市所营区公所在各历办理的长辈共餐服务,深受好评,因为除了蔡瑟佳,也跟卫生所合作,为长辈进行衰弱及优郁症量表筛减,并宣导防跌倒,熊健康错编医生网络及防范登革热方法,所以今天在光辉里的下饭厅热闹非凡。 蔡老太太已高龄80岁,丈夫过世后,成为独居老人,无心采买烹饪,三餐简单吃也不够营养。 但自从加入光辉虾饭厅跟其他长辈共事后,她变得更有活力,也透过健康促进活动活动筋骨,不再郁闷。 左营区长胡俊雄今天专程到光辉虾饭厅探望长辈,也在母亲节前夕,发送康乃馨给他们。 胡俊雄强调,2016年开始推动长辈共事至今,不定期结合医疗元素, 巡回各社区据点免费提供血压或血糖量测,以及健康咨询, 为交宣导服务,欢迎更多的寺庙及社区共襄盛举。